直播主Toyz近日與Youtuber超哥起爭執 被對方打到頭破血流頭部縫了11針 Toyz於26月晚間開直播曝光了頭部傷口 畫面十分嚇人 而且因為傷口很深 破壞了表層的皮膚組織 就算好了也長不出頭髮了 有觀眾認為竟然超哥願意招待他 那他說話就應該客氣點 但Toyz則強調他願意付錢 對方主動招待屬於你情我願的舉動 不能因為受到招待而說謊 退子表示自己用餐期間 超哥直接過來打招呼很沒禮貌 打擾了他的用餐 而超哥坐下後 Toyz點評一下餐點 他誠實告知 醋飯超難吃 不明白為何對方會翻臉 他強調自己可以什麼都不說 只對食物給予稱讚 但說謊不是他做事的原則 因此才會誠實說出自己的感受 卻遭到這樣的對待 他強調絕對不會跟超哥和解 因為已經沒什麼可以失去了 更直接喊話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敬禮 ia 我 拾 我 會 拾